说到庙会庆典 不可或缺的民俗镇头 一般人的印象 大多是画着瞋目怒视的脸谱 身穿神衣 手拿刑具 象征气腰扶魔的威武将爷模样 但你看过 由娇美田杰儿组成的肃兰症吗 一身喜气红旗袍 勾勒出玲珑有致的好身材 搭配花椒和嫁妆等道具 无处诙谐逗趣的表演 她们就是网路知名的美少女镇头 一肃兰症打出名号 妙方有说要请什么镇头 然后有看到她们 她就特地来这里看 每次出镇总能吸引 全场目光的娇滴滴娘子军 大家可能只看过 她们光鲜亮丽的一面 殊不知背后的辛苦付出 好比一场演出的工作时间 经常超过一天一夜 凌晨四点钟 正当大家好梦震天的时候 这群美媒已经开始工作 大家不约儿童粉饰 因为睡眠不足而产生了黑眼圈 毕竟前一天工作 已经逼近24个小时 但为了今天的表演 大伙小咪三个小时就得开工 都走路我觉得还好 我们就是睡不可能 对 要熬夜 听你的声音还有点点疲憾 虽然感到疲惫 但还是笑笑面对 因为妹妹们说 这样连续赶场睡不饱的情况 还不是最累的 有一次甚至顶着霸王级寒流 还熬夜演出 前面七点到 你说前一天早上七点到 就要报答 到没有就报答 然后再开始 到隔天的中午 或到下午前数 他们那边的西湖 就是要搬出去清水火的 对 西湖 那他都搬到海边那边 吹海风在那边等 开始走一段路 陷海洪 那时候很冷很冷 对 寒流 因为刚好寒流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那一碗是最痛苦 然后还下雨